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中国央行要求金融机构 加大力度增加贷款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燕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中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与银行高管会面 要求银行增加贷款以支持经济复苏 反映了决策者对经济前景恶化的担忧 根据中国央行上周日的声明 此次与金融部门的会议 讨论了防范和减少地方债务风险 中国央行上周二意外大幅降息 好提振面临房地产衰退恶化 以及消费者支出疲乱风险的经济 在此意外操作不久 中国公布了令人失望的7月经济活动数据 显示消费支出、工业增加值和投资全面下滑 失业率上升 因此才会有要求金融机构 口家大贷款投放的决策 我们来换个焦点 中国经济急剧放缓央及迟余 业务严重依赖中国的海外公司 前景堪忧 因此全球股票投资经理正在寻求对冲风险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 恐怕将演变成一场系统性危机 与中国相关的投资从年类最有前景的压注 沦为烦恼之源 虽然至今为止的下跌主要集中在中国股市 但欧洲、美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股票 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其业务受到中国需求的影响 另外日益加剧的担忧 使香港和内地的基准股票指数 跌到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恒生指数周五进入熊市 今日周一还是继续下跌 再来换个焦点 随着市场传出 杨中理电力将与雪州政府合作 打造45亿令级废料转能源电厂 该股今早净扬10% 杨中理电力今早以1令级72仙开盘之后 股价一路直上 最高达到1令级88仙 比起上周五避市时涨了10.59% 随后股价稍有回落 处在1令级83仙之间 但还是上扬7%左右 雪州政府旗下的KDEB垃圾管理机构 预料将与杨中理电力合作 在万饶信件废料转能源电厂 虽然该公司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但投资者显然乐观看待双方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地通数码网络2023财政年首半年 净利为113700万令吉 超出MIDF投行研究与市场的预期 达全年预测的62%和64% 展望未来 行家预计该公司未来的业绩表现 不大可能出现放缓 主要是合并协同效应将带来上升潜力 另一方面随着合并活动的加强 行家预计该公司经财政年下半年的资本开销 将会以更经文的速度增长 行家维持买入评级 目标价从原先的四令吉87仙 提高到四令吉97仙 我们来看下一个股项 科义集团2023财政年首半年 净利达3530万令吉 超出肯纳格投行研究与市场的预期 分别达全年预测的63%和56% 随着中国逐步开放 行家预计该集团将在下半年全力以赴 同时有望在10月份前完成第二座厂房 为了反映中国业务的强劲增长 以及本财政年天增订单目标有所提升 行家将今明财政年的净利预测 分别上调11%和13% 行家重申超越大市评级 目标价则上调到2令吉15仙 来看下一个股项 Krejaya 2023财政年首半年核心净利为 6,050万令吉 低过大华季限与市场的预期 分别指达全年预测的44%和41% 该公司的表现低过预期 主要是营收增长和净利赚幅都没有达到设想目标 就整体而言 在强劲订单的加持以及净利复苏的支撑下 行家相信该公司在未来几个季度的净利表现将有所改善 行家维持买入评级 目标价则提高到1令吉54仙 结局